您在上海其实也有过非常长时间的学习和生活的一个经历 上海和香港现在都是中国极力打造的两个金融中心 这两个城市它的各自的独特性 我想您可能比一般的金融人士有更深的了解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 实际上我是92年 我在研究生毕业 我是原来都法律的 然后法律出来了以后的话 那个时候的金融机构都没有法律部门 上海的金融业的改革这块的话 确实是走到了全国的前面 可是你回过头来 当我们来到香港之后的话 你突然之间发现的话 金融业这一部分的国内和海外之间的差距还是蛮大的 还是蛮大的 还是需要一些嗑药来补 那么这里就是说最大的一个是市场的本身的环境不一样 你比如说这个香港 它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自由的一个市场 所以它的资金的流进和流出 它是没有任何的边 没有任何的界限的 所以这个事情实际上 你要说问我上海和香港之间的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最大的差别就是一个是在充分的市场条件市场的这个竞争当中 一个的话还做不到 那么但是同时的话呢 也看到就这几年的有一些发展啊 也带来了一些新的一些变化 这个变化在哪里呢 就是FinTech 关于就是这个对金融科技的发展 可能会给中国所带来的影响力 这块我自己呢很有信心 是你的意思说这种改革是由下往上的一种改革是吧 就是技术的这个改革 从技术层面再来推动这个本身的一个市场的规则的变化 这个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对于传统的所谓的金融行业来讲的话 会有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这个为什么我过去我说不愿意投资到中国的这个FinTech这个领域当中呢 因为当时监管还是个监管的问题 我觉得监管不充分 当时的这个很乱 再加上所谓的P2P 这个里面的话 借着所谓的互联网金融的这样的知名 就鱼龙混杂 鱼龙混杂 就没这个信心 对吧 没这个信心 可是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变化之后 现在发现这个领域的话 你必须得去投资 为什么 因为这个可能是代表了中国的金融业的未来 市场太小 现在正在推这个粤港湾区 把这个地区的这个概念给扩大化 你觉得这方面对香港会不会有一些 我觉得会有的 我们前段时间啊 我和这个 就Pony 和那个 沈南鹏 我们在这里做了一个基金 叫Hong Kong X Hong Kong X基金是干什么的呢 事实上香港的有一些的这个科技的话 实际上是很发达的 只是没有在香港很好的使用 其实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这个大江无人机 大江无人机的这个科技呢 实际上是香港科技大学 我们做这个基金的 跟Pony跟Neil他们一起来做这个基金的目的 就是希望把香港的这个好的一些这个技术的话 能够真正的我们支持它 一方面是让它这个长起来长大 另外一方面的话 我们是希望它将来的话在香港落地 那我们实际上希望也很高兴的看到大湾西啊等等的 将来的这个一体化的工作 就是一体化以后所带来的庞大的市场 和各自的优势的整合 我觉得会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潜力 您到香港这一转业已经20年了 基本上已经是一个香港人了 在这20年中您觉得您个人的一个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将近20年时间 实际上这中间的话 对我来讲的话 其实我也见证了这个国家的改革开放 这个所带来的这个巨大的这个发展 也见证了就是中港两地之间 这种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你比如说有冲突啊等等的话 但是回过头来也看到了中国内地和香港之间 不可割舍的这样一种关系 实际上这个我过去一直经常的在说这么一个 香港回归的时候 它的GDP占到中国的18%左右 很大 可是到了现在 它的GDP的整个一个大概只有3%左右 所以很多的人就开始怀疑 就是说你这个香港的话 是不是还那么重要 可是对我一个在这里生活在这里的一个金融人来讲 其实我觉得香港的这个地位 在一个较长的时间之内 中国的任何城市 实际上根本也都还是没法改变 对 我讲几个例子 讲几个数字 我觉得其实可能大家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 这个它的作用 一个就是现在我们的企业的融资这一部分 每年的话 香港的这个资本市场的话 为中国的贡献 大概是1200亿美元左右的贡献 那么在这里的这个中国企业占到香港市场的大概是一半 那非常大的 数字上面来讲 对 而交易额来讲的话 差不多要占到70% 就中资 中资 所以这个两边它是重要 这是一个 第二个投资 这个过去的改革开放的话 我说如果分成两个阶段的话 前一半 主要是靠香港给中国内地输送资金 如果没有香港这么一个平台 那么国内的话 这个改革开放支出所需要的资金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你根本不够的 对 那么即便到了现在 通过香港这个平台进入到大陆的投资 还是要占到这个外来投资的50% 一个非常重要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 就是海外的这个第一站 或者说进入中国的门户 还是把它放到香港 那么现在的话 这样大陆的资金 现在的话也都在往外走 其实你也同样可以看到的话 50%第一站 到了香港 然后再往外走 特别是未来 中国企业走出去 配置资源 那么到未来的话 这个我们的一带一路 这些东西的话 在香港的话 它是依然非常非常的重要 50%的对外投资的量 也还是放在香港 人民币的离岸中心 结算等等 这一块的话 香港依然是最大的市场 我们现在在国内也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投资人 其实红山资本的这种投资 跟光达控股币 他们的特点是什么 我们实际上两个走不同的道路 但是可能会殊途同归 怎么说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其实红山资本在中国的投资 过去他做的主要的是做VC 早期投资 早期投资的话 你看南鹏先生的过去做这块领域当中的话 叫买跑道 买机场的 他可能会捕捉 这个领域当中的最好的企业 他就去下注 就有冠军气质的企业 对 所以这个东西他就是 可能在一个领域里面 可能他投两家三家甚至四家 都有可能 谁跑出 谁就是胜者 他也就是赢家 那么中国的这个投资呢 他从这个VC 他肯定还是要继续的要有 就支持早期高科技 并且的话靠自己的眼光 来捕捉未来的这个发展的方向 红山资本本身的话 他也在望中后期的方向在发展 随着他的前期的这么多的企业 慢慢慢慢成长成熟 他后期的基金的模式 也会往往后走 而我们呢 正好是相反的 我们过去的话呢 受制于国有体制 就对风险的容忍度 没那么高 对风险的容忍度 不可能有那么高 因为当时这个 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不能够有这么高的容忍度 但是问题在于 新经济领域 你不去冒一定的风险 你去做 你怎么能够有收益呢 所以现在我们光大空股 会不会也有改变 所以你的道路的话 是从PE这部分 你不得不 你也得要往前走 对 所以为什么我说叫殊途同归呢 他们是从VC往后走 我们是从PE往前走 各有特点 对 像这个您刚才提到的 这个沈兰鹏先生 对 您应该比较熟悉 非常熟悉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聪明 大智慧 对您的评价是一样的是吧 那个男朋友我们比较熟悉 这个PE界来讲的话 我是非常佩服的一个人 对 他们做的确实是很好 而且眼光非常独到 像薰晓鸥先生的 薰晓鸥先生也是 我觉得这个也是聪明 这个真的是这个小哥的和男朋友的工作方式还不太一样 是吗 不一样在哪呢 这个我觉得男朋友更多的可能这个他这个实际上这个involve到项目中间的这个还是很多 非常非常的多很细致 就像我们记者说的 深入到一线里面去 对对对对对 也许你要问他的话 所以只要是红山头的可能每一个地方他都很清楚啊 这个在这个领域当中呢 真是非常非常勤奋 勤勉 聪明加勤勉 可以24小时不睡觉 我看他都可以 我开玩笑这个 所以很多时候呢 小哥的呢 这个更多的战略 这个各有特点 我就说这个团队里面 所以我就在不同的团队里面的话 其实大家都可以充当一个不同的角色的 对 小哥我觉得 我觉得是战略方面 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自己的独到自己的 我们前几个月是采访过那个李小佳先生 他在讲到这个香港的金融市场的时候 他也讲到就是 香港金融市场呢 他很成熟 但是同时呢 他可能就有一些规则 他是比较刚性的 就比如说他谈到这个阿里的这个上市 上市的事情 对 当时就因为规则的一些原因 所以说香港市场没有接纳这个阿里巴巴的上市 是 像您也刚才讲到 您是这个香港金融发展局的这个成员 对 国内现在是这个双创是如火如荼 有很多这样的企业 他会寻求这个上市 寻求更多的这种资金支持 像您认为就是 香港在这方面 他有没有可能有一些改进呢 比如说马云旗下的这个蚂蚁金服 他可能也会面临来寻求这个上市 他会不会选择香港 或者上香港会不会接纳他呢 我呢 实际上在这里啊 作为我这个学法律背景的人的话 对规则是看得很重的 如果你觉得这个市场确实有需要的时候 先改规则 这个这个是一定的 那么完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的 这个规则的改变 实际上是低效的 就是你要你 实际上你很多时候的话 其实因为他充分的竞争 要在市场上反映出某些不合理 然后再到这个监管部门 然后再到立法部门 去走这样的一个道路的时候的话 很漫长 这个事情的话呢 跟国内的行政主导下的这个方式啊 很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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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走程序 对 他这个就是说要快 能快得起来 可是你要在香港的话 你说你要快 就快不起来 对 小佳先生也谈到这个问题 这个事情就是关于效率的问题 所以就是关于市场和规则的修改之间 就是市场是个很高效的 可是规则的修改又是很慢的 这个两者之间其实是并不匹配的 那有没有想到 比如说美国它也是一个 对 充分竞争的一个市场 是的 美国就接纳了这个阿里巴巴 它那个是主要是一个体制性的 体制性的改变 就是说阿里巴巴上市之后 就是在香港这边 有没有一个 就金融界方面 或者是金融监管部门 他们有没有进行过一些研究或者反思 有实际上现在也在改变 但是这里面其中主要的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过去的这个 阿里在这里来上市的 最主要的问题的话 就是关于同股同权的问题 对 那么同股不同权的时候的话 这个美国的制度下面的话 它有一个所谓的 集体输送制度的保护 对 而在香港的话 它没有集体输送的 所以这个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但我看阿里巴巴的这个问题的时候的话 我倒觉得 阿里巴巴到香港来上市 固然给香港的市场的话 带来了非常大的活力 但是对于阿里巴巴来讲 是不是它的最佳选择 我有时候我觉得未必 为什么 作为阿里巴巴一个新科技企业的话 它应该说 如何寻找到一个 最适合它的筹资的 募资的这个市场 它才是它的选择 而在香港的所谓的创业氛围 和创业内的企业的投资者 相对来讲比较小的 这样的一个市场下 你说你这么大一个体量的 这样的一个企业 到这里来上市以后 是不是对阿里巴巴本身 就是一个好的事情 但是有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腾讯 腾讯也是一个科技企业 但是它在香港 我们看到它有一个非常好的表现 前段时间也创了新高 但是我觉得就是什么东西 我要讲的这个内容的话 实际上不是说 这个阿里巴巴来不好 绝对不好 而是说你要这样做的 你香港你必须得要改变 你自己的环境 对 让你的这个市场当中 要有这些投资者 也在关注你这个市场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市场 机制的培育的问题 如果你在这个市场上的话 不是其中那么多的 创新类企业的时候 其实不可能 有这么多的投资者 是在你周边跟着的 阿里巴巴旗下的这个蚂蚁军服 对 它其实金融属性很强 金融属性很强 对 它现在也在谋求上市 它可能也面临这个 通股不同权的问题 如果它要来香港 谋求上市的话 香港市场会做 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实际上大家的话 其实对于小家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个交易所 某种程度上来 只要符合我监管规则的 这个要求下的企业 所有的企业越多越好 对 这个是对于 而且是优质的企业 对吧 越多越好 但是就是问题是 事实上 实际上就是说 你这个市场 对 如何去判断 你的比如说优质 大家可能也看到 就是这个香港市场 这里面的话 很多的这个企业的 所谓的被这个 这个做空 对 被做空 这个做空的话 实际上也带来了 大家对于这个 过去的中资的 很多的企业的一个怀疑 对 你的财务报表的 整确性啊等等的 还有一个包括规模 所以我觉得对于 这个港交所来讲的话 其实也面临着一个 如何选择的问题 从交易量这个角度来讲 从交易所 它本身作为一个企业 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当然是 我的交易量越高 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挣的钱就越多嘛 是 说起做空 最近有一只股票 也是沸沸扬扬 就是会山乳业 会山乳业 对 这个事情您怎么来看 所以这个 这里面实际上就是说 香港的 其实很多的 这个关于规则上面的话 我觉得 守规则 所以还是个 就是守规则的问题 你这个 到香港市场来了 你要 你要这个接受 香港市场的 这个挑战和监管 实际上的 大家可能有一个错觉 国内的很多的 这个投资者 到这里来了以后 有个错觉 好像觉得监管部门 离我们很遥远 他觉得监管部门很遥远 其实规则离它很近 对 实际上 实际上的 恰恰相反的是 在我们在这里 这个 这个做事情的时候 对于监管 是非常敬畏的 是有敬畏之心的 因为他不断地 来通过 飞行检查的方式 来让你 这个守规则 对 只要他查到你 那么 你这个企业的话 你基本上就 这个 你就 很难 再有 就是这个 叫证据确凿 你很难有 有翻身的遗地 所以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 这个很多的 包括中资的 某些企业的话 所谓的 过去也有人 在批评 说香港的 这个市场 A股化 就是有一些 到这里来 想要到这里来 这个淘金的人 不守规则的 这个情况 其实这对国内的 刚才你说 这个港股A股 它是一个 就是对A股的 一个负面的 一个说法 我觉得这个 反过来对A股 其实也是个促进 因为A股确实 它有些规则 它在不断地 在改进中 改进中 但是回过头来的话 就有一些规则的话 对于在这里的话 其实大家 也还是有反思的 你比如说 简单的 所谓的 即时投资人制度 对 通过这个市场 询价的方式 来最终形成一个 所谓的 你的发售的价格 这个是过去的话 在这个香港市场 在国际市场上 都是通行的 但是现在我们的话 如果采取一个 所谓的这个 基石投资人 和锚定投资人的制度的话 到最后的话 就是很多的企业 一把中资背景的企业 就把它给包了 包掉了 通过各种各样的 这个途径 把它包掉了 那么这个实际上 很多的时候的话 是这个劣币 驱逐良币 让国际的投资者的话 在这里的话 他觉得 这个市场的话 我不适合了呀 那么慢慢就离开 所以这个事情的话 其实我们过去的话 也跟这个交易所 等等的话 我们也谈到 这样的一个 类似的情况 这个实际上是要 引起警惕的一些事情 就是让你这个市场的话 能够如何啊 有更高的要求 更高的规格 让你成为一个 真正的所谓的 国际化的市场 而且没有空子可专 对 这也非常重要 是 您曾经说到 这个光大控股的 这个对标的这个企业 对 是黑石 是想做中国的黑石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黑石的这个操作模式 是一个什么样的 其实这个 对我们来讲啊 我们离这个黑石的 这个差距啊 还是很遥远的 因为这个作为一家 百年老铁 这个很成熟 那么黑石它的特点呢 它是以 私募集精为主的 它不做 基本上不太做 二级市场 光大做吗 我做 我做 我做二级市场 那么实际上呢 就是说这里面 在这个 所谓的模式选择的时候的话 当时也有人 劝我 就是说你这个 如果说你专注于做一级市场 PE投资 行不行 二级市场这部分的话 是不是 放弃了 放弃 那么我当时这个 从模式选择的时候的话呢 其实我们也有过很多的考虑 事实上 我们后来的话 在针对这个中国市场的 这个特点的时候的话 其实我们后来还是把 二级市场这部分的话 还是减了起来 因为有需求 确实有需求 而且两边的话 我说我们也希望 它能够将来的话 防火墙 也建得比较好一些 自实上 我们不仅做了二级市场 我们还做了加成基金 很灵活 很灵活 处理它的这些需求 所以就在处理 这个问题的时候的话 就希望我们能够 更多的用投行的手段 来投资 处理我们投资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那就应应而生一些 这个一些产品 而这个产品实际上本身的话 我们没有叫它是加成基金 我们就说叫它是一个 机构性的投资产品 规模大概有 也蛮大了 我们现在的PE这部分 大概是在将近1000亿港币 1000亿港币 我们的二级市场这部分的话 我们的手艺光控 和我们二级市场的产品这部分 我们加起来的话 差不多要1500亿的人民币 那多一些 还更大 对 但加成这块的话 稍微小一些 但是很灵活的 因为它是一个 滚动的状态 工具性的 这一点跟黑市完全不一样 这个就不太一样 但是也很多的话 其实从他们的技术 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实际上 我们还是学它 学它的你比如说专业化 那这里面的话 现在我们也做了 很多的专业基金 来做专注于某个领域当中 去做某些事情 说起海外变购的话 国内也有很多民营企业 其实对海外并购的这一块 也走的步子也比较快 但是他们在海外并购的路上 其实不是说是那么的顺利 不顺利 对 这个你怎么来看 这里就是我觉得可能有几个方面 几个角度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问题的 一个的话 就是从时间这个角度 我纬度来看看 2000年 中国提出来一个 叫中国企业走出去 对 那个也是围绕着 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 来做的这个战略 2000年以后的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是干什么的 主要的当时资源 如果要看看 主要的企业的话 还是国有企业为主 对 民营企业少一点 走出去之后的话 有的企业的话 很负责任 跟当地政府啊 等等的各方面的 之间的话 都形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互动 那么给中国的话 实际上在为这个 2000年以后的 中国的高速增长 提供了动力 对 否则的话 当时的话 说70%的石油进口 是要通过马六甲海峡 进入到中国的 那个时候的话 你就没办法来支撑 那么随着中国经济 当然也落潮 落潮了之后的话 实际上在能源 资源领域的这些并购的话 在减少 对 它的需求量本身 需求量本身也减少 所以后来不是 这个某一些企业吧 某一些大型的国有企业 后来 损失非常惨重 在这个领域当中 这个是交了很大的学费的 那么这是我觉得 是第一个阶段 但实际上这个阶段的话 过了以后的话 其实 很多的民营企业 那个时候 再走出去的时候 就包括到现在 中国企业走出去 这块上面的话 现在的高科技的并购 已经超过了 能源资源的并购 高科技 还有这个消费类的 就是品牌啊 等等的这些东西 就是比如说 后面的话 后来又出现了一系列的 所谓的球队的并购啊 等等的这些东西 这个也有 我觉得不是说 文化产业的并购不好 而是说这个文化 对于文化的理解 这一部分的话 说起实在的 就是有时候你说 你收购了以后 如何为中国所用 跟中国之间的 这种对接文化交流 能够进一步的深入 是要有时间的 对 要有时间的 那么所以这里 当然还出现了 有一些情况 后来带来了 所谓的这个中国企业 走出去的负面的一些影响 你比如说 把中国的资产 如何转移到海外去 那这是另外的 另外的一个问题 但是就是说 这个中间后来就带来了 当然说你说 中国企业走出去当中的 正面和负面的一些事情 对 还是高科技到了现在 高科技 依然是中国企业 走出去当中的 最最重要的 一个并购的手段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觉得00年以后的 关于中国企业 走出去这个一波的话 对于中国的产业结构 展现的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当然现在 讲到一带一路了 这是到2013年 2014年 我们习主席 这个提出来 这个一带一路的 这样的一个 实际上这一波的 这个一带一路的 这个战略本身 对于带动 中国企业走出去 是有好处的 你比如说 现在的腾讯也好 你比如说 阿里巴巴也好 它的e-commerce 包括它的这个电信 TMT的这块领域 华为 走出去 这块实际上是 它是很现实的 带着 趁着国家的 一带一路的 这样的一个政策 积极的支持 后就走出去了 是 那么还有一个 现在说起实在的 作为中国 这么高速发展了以后 确实美国也好 或者欧洲也好 它有点戒备 戒备 所以这个戒备以后 就带来了 Safe years 这个怎么样 能够来审查你 是 这些事情的话 正常 非常正常 但是这里面的话 我说 也要尊重规则 所以在我们做美国的 欧洲的 并购的过程当中 我们每个项目 我们都去进 Safe years 这里面 你比如说 像我们在美国 收购BEP 那这个企业的话 过去曾经有一部分 还是航空航天领域的 真正规则 把这部分拨出去 留下的是 汽车领域的 这个检测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技术平台 那这一部分 我们就把它带回到中国来 实际上 我们带回到中国来以后的话 这个也是个双赢的局面 扩大了这个企业 本身的在中国的市场和销售 也带动了美国的就业 也打消了它的顾虑 打消了顾虑 对 所以这个里面的话 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那么这个是一个 另外确实是从技术上面 也需要做一些调整 香港就是一个最好的地方 我就说 在过去的并购当中的 这些的话 用基金的形式 如果是去病的时候 你说这是谁的资金 这是个中国企业吗 你比如说 在我们的特别机会基金里面 我们大部分的钱 是来自于全球的投资人 那么就这个时候的话 实际上就是 慢慢慢慢地 就把这些所谓的 这个政治化的一些因素 能够通过你的 基金的结构的调整 把它打消掉了 是